欢迎来到美厅 人生下半场,对手只剩自己 作家姚华飞说 人生最大的对手是自己,战胜自己 人生就是一马平川,被自己击败 人生就成了荒芜的山野 年轻的时候,以为赢了别人才是强者 走过半生,跟形形色色的人交手过 与起起伏伏的生活搏斗过 才恍然发现对手其实只有自己 卯足尽战胜别人,不如沉下心战胜自己 弗洛伊德曾说 人类是充满欲望,并受欲望驱使的动物 欲望是把双刃剑,适度的欲望催人奋进 过度的欲求,却侵蚀内心 电视剧《东京女子图鉴》里 主人公,灵,一心只想追求足够优渥的物质生活 二十岁开始,野心勃勃的她便直奔大都市东京 去追逐自己心心念念的繁华与名利 花了足足二十年时间,灵终于过上了自己理想中的生活 然而,即便背着最名贵的包,住着最高档的房,开着最豪华的车 她依然不知满足 一日,灵偶遇了自己曾经的恋人 看着对方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日子虽平平淡淡,却很是幸福美满 灵突然打心底里羡慕 以前她觉得这样的幸福太过渺小,所以压根不放在眼里 如今年过四十,她才突然意识到 这种看似平淡又细微的幸福,其实才是确定的幸福 自己早已沦为物欲的奴隶 在灯红酒绿的繁华浮躁和五光十色的名利诱惑里,迷失了自我 这世上有太多如灵一样的人,被物质欲望所奴隶 以为拥有越多,才会越幸福 于是拼命追求,埋头填补欲望的黑洞 等到年岁渐长,月立渐深,才终究醒悟 心若不知足,即便拥有再多,也不会感到快乐 老子说,或莫大于不知足,就莫大于欲得 贪婪过度,必然成灾,欲望过剩,必被反噬 把握好内心的尺度,适度才是好,知足最重要 人生下半场,不必过度贪求外物 比一位追逐未曾得到的更重要的,永远是珍惜当下的拥有 二,战胜自己的脾气 真眼里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 这世上每个人都有脾气,拿出来是本能,压得下去便是本事 从前有个人叫爱巴的人,每当生气时,总要绕着自己的土地和房子跑三圈 很多年过去了,爱巴的房子越来越大,土地越来越多,但他的这个习惯始终未曾改变 有人好奇,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爱巴于众心长地说,年轻时有什么事让我生气时,我就绕着房子边跑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少,我怎么能把时间精力用于与人针尖对脉盲的争吵上呢? 后来,我的土地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大,我又告诉自己,我已经这么富有了,生活无忧 为什么还要因为一点小事,大动干戈地发脾气呢? 只要这么想,我的气很快就消了 因为总能及时化解愤怒,控制情绪,这让他少了许多无谓的争辩与纠缠 很多时候,决定人生许多事情走向的,往往就在于脾气二字 电影《空中监狱》中,军人卡麦隆一次训练完毕,来到妻子工作的小酒馆时,突然出现了几个小混混,对他的妻子进行骚扰 卡麦隆瞬间怒不可遏,气愤地冲过去,教训小混混 哪怕妻子拼命劝阻,他依旧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混乱中,他夺过小混混手里的匕首,一刀捅入对方的胸膛,导致对方当场毕命 最后,因为过失杀人,他被判有期徒刑八年 被逮捕的时候,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妻子 卡麦隆后悔的眼泪巴达巴达往下掉 可惜或已酿成,再后悔也于是无补了 暴躁的动物会把犬牙碰断,暴躁的脾气会把人生摧毁 一个人所有的坏脾气最终买单的都是自己 人生下半场,别为不起眼的小事着急上火 别因不重要的琐事,勃然变色 控制好脾气,才能为自己集一身福气 三,战胜自己的傲慢 曾国藩说,败人两字,非傲极多 骄傲自满,是一种锋利暗器 伤人也害己,战胜傲慢 是人生路上的必修客 东汉有位名士,名叫弥横,才华过人 但性情高傲,总是看不起别人 好友恐龙,欣赏他的才能 多次向朝廷举荐他,还常常在曹操面前夸奖他 于是,曹操便很想见见弥横 但一向目空一切的弥横 压根不把曹操放在眼里 不仅自称有狂疾不肯去见 还以止气使地说了许多重伤曹操的话 曹操虽心生愤怒,但念其有才,不忍杀之 然而弥横非但没有收起自己的傲慢 反而越发骄横狂妄 屡次口出狂言,侮辱曹操及其手下官员 最终被东吴皇族所杀 高傲轻狂,虽能得一时口舌之快 但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食恶果 一位网友讲,步入中年后 因为经历了许多,也懂得了许多 他身上不知不觉生出一种优越感 遇到意见不同的是,他总要滔滔不绝地变上几句 末了还要来一番自夸自大的说辞 一旦有人向他讨教问题时 他更是杀不住车,各种长篇大论 俨然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生导师 然而,那些经常被他说教的人 非但不感激他,反而一个个都逐渐疏远了他 那是他才明白 每个人经历不同 自以为是的用自己所谓过来人的大道理教育别人 最后只会招人反感 明白了这一点后 他一改往日妄自尊大的毛病 低调为人,谦逊做事 人际关系和谐了许多 日子也顺畅了不少 满招损,牵受益 自高自大,只会招致祸患 心怀谦卑,才能行稳致远 人生下半场,学会克制自己的傲慢 是中年人顶级的自律 四,战胜自己的格局 看过一句话 格局越小 迫失越多 一个人若高度不够 看到的权势问题 格局太小 纠结得权势鸡毛蒜皮 卡奈基曾在书里记录过一位妇人的故事 这位妇人整天为了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 而心虚不宁 烦躁苦闷 急公交有人不小心踩了他的新鞋子时 他回家了还要升上半天气 朋友跟他开玩笑 说了他不爱听的话时 他一连好几天都耿耿于怀 丈夫忘记了他的生日时 他气愤难当与之大吵一架 郁闷了好长时间 因为极易被诸多细微小事 刺激的怒火中烧 他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生活中 每个人都会跟这位妇人一样 遇到各种各样不如意的小事 若是境界低心凶窄 事事纠结计较 就很容易被琐事缠身 徒增许多不必要的烦恼 人只有修炼心境 放大格局 迫使才会远离 有位修行很深的禅师 名叫白隐 无论是云淡风轻 或是惊涛骇浪 他始终能够镇定自若 风雨不惊 一次 有人污蔑他的清白 称他与一女子有苟且之事 他因此 受到人们的冷嘲热讽 唾气谩骂 身边的弟子看不下去 劝他找造谣者理论 白隐淡然笑道 无妨 无妨 不识之言 不足挂心上 很多风波都在他的无视中 悄然熄灭 于秋雨说 心的体积很小很小 心的格局却可以无限广阔 当你放大心量 自然不会因为无意义的事而困扰 当你打开格局 自然不会因为不重要的人而内耗 人生下半场 把心放宽 把事看淡 心怀大格局 过好小日子 道德经理讲 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 赢别人只是精彩 胜自己才是人生 后半生 把心思收回到自己身上 不断超越 战胜自己 活出质感人生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